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雞蛋妹 5G都推出了年多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裏面 越來越多的電訊公司都推出了不同的5G 愈快計劃 而它的覆蓋率亦都越來越高 大家去到不同電訊商的網站都可以看到 5G的覆蓋率可能去到90% 95% 甚至99% 但是你看看評論 或者自己使用的時候 又不覺得它們的覆蓋率可能去到90%多 那怎樣才知道它們的覆蓋率 或者怎樣才可以了解多一點呢 今天我就用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去看看 各家公司的覆蓋率 覆蓋範圍 還有價錢等等 今天沒有試的速度 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這麼多台在手上可以試到 而且其實試速度也好看不同地區 或者使用的人數 所以很歡迎 如果有5G計劃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你究竟用上哪個台 以及究竟好不好用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GO 首先先看看現在香港有5G服務的電訊商 有中國移動香港 即是CMHK 數碼通 スマート通 還有三香港 CSL 和1010 同樣都是HKT 即是香港電訊的代表 最近香港風頻和中國聯通香港都推出了5G服務 不過在這裡要提一提 香港風頻和中國聯通不同上面的幾家公司 這兩家公司不是用自己公司的5G網絡 他們兩家都租了3的5G網絡 即是他們其實是NVNO 他們租了3的頻普用量之後 再提供5G服務給客人 所以其實計算 香港主要都是得CMHK HKT SmartTone 和3 這4家的5G網絡電訊商 了解了主要有提供5G上網服務的公司之後 再看看不同公司的覆蓋率 先看看他們各自在自己的官網上寫的覆蓋率 之後再看看第三方的數據 先看看中國移動的官網 它的官網提到市區的覆蓋到九成以上 而全灣區的覆蓋也有八成 主要的鋼線 公路 覆蓋就明顯差跌 例如整段的大攬隧道都還沒有5G 因為CSL和1010都是HKT 所以就一起來看看 以下就是他們5G的覆蓋範圍 他們官網有特別提到一點 港鐵 又或者一些部分熱門的郊區都有覆蓋 之後就去到SmartTone SmartTone的覆蓋範圍可以看看這張圖 他們也有特別提到 港鐵也是全線覆蓋了5G 以及他們大大隻字寫著ERICSON 5G技術 可能其他都是在用華為 所以他們就這樣寫了 另外我發現3 暫時還沒看到有覆蓋圖 但它寫著是99%全港覆蓋 不過他們去年其實是有曾經發佈覆蓋範圍 所以都可以參考一下 在他們各自的沽網上都會看到有90%多的覆蓋 但大家看到覆蓋圖 又發現其實好像沒有那麼多 到底是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不是用香港土地面積來計算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用自己台的機站去計算 好像3 他們所說的覆蓋率 就是用3字加的機站數目來計算 所以就要提清楚 有時候就會發現這些很多時候都是語言的藝術 另外我也發現到不同的網絡供應商 對於訊號的強弱定義都有點不同 dbm值負得越小 代表它的訊號就會比較強 以Smarttone為例 他們5G覆蓋的定義 就是訊號接收強度不少於-95dbm 而中國移動 他們就是-110dbm 不過這個並不是他們真正的接收強度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判定的標準 這方面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除了在官網可以看到相關的數據之外 其實還可以參考一下第三方的網站 就好像這個法國測SpeedTest的app 在他們網站上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上網覆蓋 香港和台灣那些都有 選擇了這個地方之後 就可以再選擇電信箱 就可以一目了然 紅色的部分就代表4G plus 而知識的地方就是5G 這裡其實沒有香港風頻和中國聯通的數據 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是主用了3的5G網絡的服務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看3的覆蓋來做一個參考 一些主要熱門的地區 可以看到各個台都有覆蓋 另外也可以看到各個台在港島和九龍區的5G覆蓋 都是比起新界多 而來到的地區 例如大嶼山這些 其實每一個台的5G覆蓋都是比較弱的 而在那麼多個台裡面 只看這個網站整體來說 Smarttone的覆蓋比較多些 特別是新界的地區 然後3的覆蓋在那麼多個台比拼之下 就是比較少一些 不過除了銅鑼灣旺過這些日本的區域之外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根據經常出入的地方看看 例如上班的地方 或者你家裡的地區 這樣看就可以發現各個台的覆蓋領域都有少少出入 另外下面這個角落都會看到它的數據數量 可以看到以它們收集的數據數量來說 CSL就是最多 CSL比起3多了4倍 所以這樣看CSL的數據應該是比較全面的 除了這個第三方的網站之外 其實不同的電訊商在每年或者半年 甚至每一季他們都會有些發貨會去講一講 他們現在5G機站的興建進度去到哪裡 如果他們有新建的機站 通常他們都會這樣說出來 因為可以讓人知道 我這裡終於有得收5G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其實都可以去看看 特別是住在一些來到新界的朋友 就可以留意一下 之後我們就看看價錢 我們全部都是以100GB的5G計算 首先就看看中國移動 他們是298元一個月 CSL是468元一個月 包含NOWE和Netflix 1010是539元一個月 同樣也是包含NOWE和Netflix Smarttone是398元一個月 不過我看到官網上 不知道為什麼 他110GB的計算是318元 更便宜一點 但我不知道這個是否長期 可能那時候就會沒有 所以大家就要看清楚 3就是388元一個月 而香港寬盤就是378元一個月 最後中國聯通就是298元一個月 就這樣看這個價錢 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就最便宜的 如果Smarttone是計算110GB的計算 就都差不多 不過如果喜歡看NOWE或Netflix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下CSL和1010 如果對5G比較有要求 又或者想保險一點 就可以選擇主台 因為NVNO有些人都說 它的網絡質素比較難控制 以上就是那間電訊箱的價錢和覆蓋 如果現在正在使用5G的朋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講一講使用情況 或者哪裡收到哪裡收不到 或者收得快不快 喜歡影片就可以給一個Like 我們很快樂見 Bye Bye